何杰一直是话题女王 在我的印象当中并不是她的歌有多好听 而是隔三差五的 不管是哪种渠道就会报道何杰又胖了 而且她自己也说 我就是减子界的黑洞 我如果能瘦下来 全天下的女人都能瘦下来 但是现在何杰是真的瘦了 从160斤瘦到90斤 成功的减掉70斤 而且用的方法呢 不是过去18年所用的极端的方式 而是通过合理的调理三餐 健康的瘦下来 明星无论从方法 金钱 能力 信心等各方面吧 都比我们普通人要强 最后还不是回归健康的饮食 让自己瘦下来 所以朋友们 这次不要错过 让自己瘦下来的机会 跟我好好的吃三餐 跟我减肥打卡吧 就是把家里的食材合理的搭配一下 就是很好很好的减子餐 也不需要你节食 如果天天饿着 谁能瘦70斤呢 特别简单 适合所有想减肥的人 视频的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三餐 你呢 去准备食材 明天吃一天 后天你会发现 你掉秤了 来吧 上三餐 早餐来了 主食呢 是三明治吐司 朋友们呢 也可以换成南瓜 或者是玉米 固体蛋白是几个鸩唇蛋 液体蛋白是纯牛奶 膳食纤维的补充呢 是圣女果 巧克力和坚果是优质脂肪的补充 早餐的营养素已经全了 看我们午餐吃什么吧 开始做松午饭了 锅里呢 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切好的瘦肉 150克 炒子变色 然后呢 放入少许的花椒面 立即先少煮 绿豆芽 翻炒 放少许的食盐 一把韭菜 蛋白质和扇子纤维是好咯 主食呢 焯米饭卷 韭菜炒豆芽 还有猪肉 真好吃 晚餐就吃青肠瓜油 减脂汤 有裙袋菜 金针菇 还有干豆腐 大冷天的 吃上一碗 好舒服啊 感谢观看